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待生活积极一点 那么我也相信生活呢 它会回馈于我们的 这才是我努力的意义 愿我们每日的工作 不仅为了谋生 还有热爱 这种子好像我每天都在西味咯 已经包好第一锅 现在下锅了 今天比较速度哦 阿姨一起放 下锅 底下四串一起放 放一下 因为包的比较大 所以不太好放 上面放三串 好满 沸腾了 这水 老好第二锅米了 现在开始接着包 还有粽叶也不够哦 要接着洗 这个是泡好的 要接着擦洗一遍 哎 已经回到家了 今天要早一点了 这个粽子是拿给姐姐吃的 姐姐很好喝吗 终于出太阳了哦 天晴了天晴了 不要再下雨了 再下雨人都会发雷了 感觉一天蛮好的事情了 不过时间对我来说 还是不够用的 中早忙了晚 啥次都有的嘛 先把粽子放冰箱 要多喝水才行 好累 我妈在厨房准备午餐了 妈妈穿了新衣服是吗 买了运动套装 比较舒服休闲一点 天晴了 对又年轻了 我老妈 准备煮薯粉是吧 对啊 我老妈在忙 反正一回到家都不用我忙 我妈会忙 我就忙工作就可以了 走了出去吧 原本想着说中国吃饱饭就休息一会了 但是没时间了 不然忙起来就太晚了 粽子要起锅了听说 然后忙着洗衣服了 今天出太晚了 所以忙着忙着又晚了 走了 现在开始做清团了 因为时间比较短一点 要速度 时间不够晚一点 还要感觉要去快速 这个是麻雍馅的 今天好像麻雍馅的清团卖得多一点了 好热 一没下雨 你看出大太阳了 现在出了一身汗在这里工作 我们这里是有两台风扇的 这里一直对着吹 不然的话里面哪里受得了 就边干活边煮着粽子 所以里面也是高温的 把这个装粽子的盆一下 擦洗一下 不能碰到粽子 不然的话这个粽子就不好保存了 现在先起锅 好像要放弃 对 往左边拾开 然后松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锅盖抿开 出锅 小心烫哦 好 冲煮的时候一定要加个这个盖子 压着它 不然的话它烹起来 这个粽子真的好疼哦 嗯 好重哦 特别特别重 这个都很重 对 先挂起来 一定要先挂起来哦 挂起个小时 把那个水分沥干 然后沸干才能打包 冰箱都塞满了清爬和粽子了 要冷冻几个小时才寄出 冰箱 送货送货啦 有几个单要送货的 往前面走没多远 这个可以走路过去 然后还有几个订单要晚点 要送远一点 呢 这样的水分沥默 沿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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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